15日防弹少年团BTS通过官方推特公开了与主持人詹姆斯科登的合照 据悉成员们已于当地时间15日参加了詹姆斯科登神夜秀的录制 并带来了新曲DNA的精彩舞台 反响火热 主持人詹姆斯科登也通过推特表示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也是防弹少年团的狂犯 这些朋友们真的很了不起 并公开了DNA的舞台视频 据悉为参加美国音乐颁奖里而赋美的防弹少年团 将连续出演美国三大电视台的招牌节目